行人穿越马路被机车迎面撞上 其中有一名83岁的老妇人命为抢救当中 事情发生在桃园势力图书馆的前方 当地居民表示这里车流量很多 但长年下来都一直没有装设红绿灯 偏偏当地老人家也很多 在这边过马路危机四伏 老太太在女儿的搀扶下慢慢穿越马路 就快走到对街时 一辆机车经过没有减速直接撞上 两人双双被撞飞 机车也跟着倒地 其中83岁行人伤势较重 人在医院抢救中 事故发生在22日早上6点半左右 50岁的潘姓女骑士 行经桃园势力图书馆附近时 疑似没有注意到行人撞上钢运动完的母女 包含骑士三人全部受伤 其中老妇人的伤势最重 目前还在抢救中 附近盖了许多大楼 来往的汽机车都速度稍微快了一点 里长说这里其实人车众多 但没有红绿灯其实危机四伏 网友看了影片后表示 是机车没有减速才会酿货 也有人反驳 是行人没有看车就过马路 当地人则出面缓夹 表示该路口刚好是逆光 可能是视线受影响 大家一同集气祈祷重伤的老太太尽快恢复 逆光的情况来讲 不至于说完全看不到 根据警方调查 骑士的酒册值为零 为何会没有减速撞上两位行人 详细的肇事责任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